海味河内有云,十斤鱼,一两胶 可以看到靓花胶取之不宜 其实这一年来说,花胶的价格都不断上升 我想大约两至三成 最矜贵和多人收藏的是敏鱼胶 它的口感和其他花胶是没得比较的 它是比较烟硬,口感很丰满 可以吃到整口胶 它们主要是用黄花鱼去做,黄花鱼的鱼桃 它的口感方面是爽滑,也比较烟硬 它的食疗作用会比鸭鲍鱼胶更好 最常在海味店看到的是鸭鲍鱼胶 其实就是非洲那边来的鲁鱼鱼桃 如果你说绿头去到二千多至三千元都有 其实都是同一样的非洲鲁鱼胶 而出产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们的造工是不同的 中国人来说都是比较喜欢一桶桶去做的 而看上去也觉得整齐些 那就会开心些 鲁花鱼以金黄色,老新的就比较好 老水的花鱼会比较黄 在比较之下你能看到新水的花鱼会白 旧水的花鱼通常就会收水 就会轻一点 以经济点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客人 都会选一些可能是三十几桶以下的 是用来煲汤 二十几桶,十几桶的 是用来做炆菜的 能够吃到那种花胶的厚度 那些胶质 有一些叫礼盒 我们会做到可能是几两 即是六七两 去做一个礼盒 我们选择的花胶桶 会大约是七十几桶,五十几桶都有